1996年6月18号下午12时15分 澳门司法警察局接到了一通骇人听闻的报案电话 这通电话是由总统酒店打来的 警官不得了了 酒店内好像发生了命案 床上跟浴室里有血迹还有碎肉块 把酒店的下水道都堵住了 请你们赶快调查一下 警方很快赶到现场 这是总统酒店713号房 床上的被铺凌乱 床罩上及被子内侧都染上了不少的血迹 还有一些不知是什么物种的肉块 不仅如此浴室内的浴巾跟毛巾都沾上了血迹 就连浴缸里都还残留着不少的血 看到这一幕 警方心中极其不安 酒店内不可能出现动物 就算有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片的血流量 那么极有可能就是来自人类 正当法医还在看见现场的时候 酒店的工程人员突然跑过来报告 警官刚刚有客人反映酒店下水道阻塞 我们去疏通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人类的手指跟肉块 还有一些内脏 经过勘察 证实房间内的血迹及肉块均属人类 而且每块肉块大概为半斤重 部分肉块切口整齐且成锯齿状 部分则像是被蛮力撕裂一般 警方的初步推测是 总统酒店713号房是第一现场 凶手将被害人杀死后 可能用酒店的餐刀将被害人肢解 甚至用蛮力撕开 根据遗留下来的肉块来判断 凶手极有可能将被害人分割成超过200片 而在18号凌晨10分 713号房用水量突然大增 判断极有可能是凶手在浴缸里 边将被害人拆骨片肉 边用大量的清水冲洗 而片下来的肉块则通过马桶冲掉 虽然肉块最终将污水道阻塞 可以派人挖掘出被害人的一部分尸块 但是在阻塞之前 或许已经有大量的尸块通过污水处理场 最终流向了大海 想要取得更多的物证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了 在阻塞后所挖掘出来的手指 上面涂有红色指甲油 初步判断 被害人应该是女性 而现场没有发现头颅 更没有发现骨头 可以断定凶手已经将骨头跟头颅带出酒店 而那把很有可能是凶器的酒店餐刀 要么被凶手带出了酒店 要么应该被回收 放回了餐厅 警方首先要调查的就是 713号房是谁开的呢 调查过现场 没有任何关于住客的讯息 没有钱包 没有手提包 更找不到身份证或旅游证件 根据酒店的记录 该房是有一名持通行证 随团由内地来澳旅游的女子 名叫张钊 这个旅行团是由6月10号就已经入住该酒店 但是在案发两天前 也就是6月16号 该团就离开了澳门 而张钊则独自留下 负责7楼的管房先生告诉警方 他昨天曾经在713号房清洁房间 当时房间内有两名女子 一名女子长发 身材风鱼 手指涂有红色指甲油 在此之前 管房先生也曾为他所租住的713号房清洁 可以确定 该房的住客就是这名女性 也就是那个名叫张钊的女子 另一名女子短发 身材销售 根据下水道减货的涂有红色指甲油的手指 跟管房先生的证词 被害人极有可能就是该房的租客 张钊 那另外那名短发女子呢? 她现在人去了哪里? 她有可能是凶手吗? 不久后 法医整理了所有取回来的断肢 内脏 肉块 竟然意外地发现 有两根切口整齐的左手为止 也就是说 被害人不止一个 那另一个被害人是谁呢? 会不会就是管房先生口中的短发女子? 警方寻视了一下中东酒店汽油的环境 发现走廊有一个监视器 于是调阅了过去三天的记录 果然 这个监视器拍到了重要的线索 6月17号 也就是案发前一天 下午3018分 当早跟短发女子乘坐电梯离开酒店 一个小时之后 两人与另外一名男子乘坐电梯 回到他们的房间 期间 三人揉揉抱抱 态度亲热 直到6月18号 也就是案发当天的早上7时3分 该名男子才从713号房出来 奇怪的是 他的手上多了两个手提包 猜测应该就是被害人的骨头及头颅 根据两名女子的打扮 以及当天那名男子的行为 警方判断 这两名女子极有可能是持甲证件 南下做身体交易的女性 于是到夜总会打探消息 果然 该两名女子是从吉林被人送到澳门 做特殊行业的小姐 她们都在一个叫做小颂的男人手底下做事 而这个小颂 也是吉林人士 她负责从北方找小姐来南风接客 平常主要会在珠海活动 有时也会分批送小姐到澳门接客 而她们进入澳门的甲证件 有某个组织负责处理 这个小颂也同时负责将两人卖身的钱交给该组织 交付多少钱 何时可以为自己俗身 全都掌握在小颂的手里 为了方便控制他们的行动 小颂会让他们染上毒瘾 这些小姐有时候也会给小颂一些甜头 以换取毒品跟较低的俗身金额 甜头无非就是金钱以及身体 原本张超及短发女子李某 就怪愁到为自己俗身的金额 准备回吉林老家 但是却在回家之前 遭了杀身之祸 根据张超同事的证词 6月17号出现在酒店里的那个男人 正是小颂 那这个小颂何许人也 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 他的去向 警方只有一张从监视器拍下来的照片 只能拿着这张照片四处寻找 正当警方还在调查小颂的时候 法医部又提出了新的发现 他们在蝉汁上验出了某种毒品 虽然注射过量的毒品会致人死亡 但是从昏迷到死亡可达24小时之久 再从断肢上的切狗搜索情况来判断 这两名女子 极有可能是事先被注入毒品 陷入昏迷的时候被拆骨骗肉 也就是说 他们很有可能是被活生生的肢结到死亡 真是何其残忍 很快警方就查到了小颂的相关资讯 根据监视器的记录 这个小颂曾经在回立酒店入住 而他的本名叫做李展阳 在珠海居住 有了确定的身份资料 澳门司法机关很快跟珠海公安局 以及广东省公安厅取得联系 全力追捕李展阳 6月20号凌晨 李展阳落网 但是此李展阳非比李展阳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李展阳告诉警方 自己的证件曾在早些时候遗失 已经向相关部门报失 而自己在短期内也不曾进入澳门 案发的时候 自己也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经过证实 李展阳确实没有说谎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又断掉了 不过这个小颂极有可能已经逃回内地 澳门警方也已跟广东省公安厅备案 相信很快就可以查到他的下落 6月23号下午3时 有建筑工人在淡宅史伯泰海军将军马路 建筑工地发现了一个被丢弃的塑胶袋 由于塑胶袋发出恶臭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打开了袋子 竟然发现里面是一颗高度腐败的头颅 所以报警处理 警方赶到后 在该塑胶袋不到一公尺的地方 又发现了第二个塑胶袋 经过法医部 骨骼重叠技术还原 证实这两颗头颅 正是属于张超及理性女子 自澳门司法部门在广东省公安厅备案后 公安厅马上进行调查 根据叶总会人证的口供 首先这个小宋是北方人士 但是却长期在珠海活动 那他应该曾经有办理过外来人口赞助证明 果不其然 在登记档案中 找到了跟小宋长相一样的人 小宋原名宋文慧 有了准确的身份资料 找个人就简单了 广东省公安厅千里追凶 一路北上 终于在6月26号 在吉林省警方的协助下 将宋文慧弃不归案 宋文慧也老实交代了其犯罪事实 这个宋文慧 原本在吉林开了一间有暗仓的咖啡厅 但是在严打之下被迫关闭 就带着张超跟李姓女子南下重操就业 他们原本主要在珠海进行活动 而宋文慧则染上了赌博的习惯 常常只假的双城镇到澳门赌博 原本只是小赌移情 但是后来赌注越来越大 直到1996年6月13号 他几乎输光了全部的财产 还向高利贷借了22万元 但是最终也全部输光 这个时候 他想起张超曾经告诉自己 就快筹到为自己赎生的金额 赎生后就可以回吉林老家 于是把主意打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 所以才有了令人罚子的谋杀事件 当然了 宋文慧最终也被判死刑 这就是澳门的首司机事件 据说有人曾经在总统酒店妻友入住 还遇到了灵异事件 晚上睡到一半突然梦到自己无法动弹 还会闻到十分浓烈的香水味 等到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发现房间内的物品被犯得乱七八糟 不过在做这期内容的时候 我只找到了网络的文章 完全找不到任何相关新闻 也不知道到底是真是假 但是很多人都说 这是确实发生过的事情 大家当故事听就好 好啦 今天就就到这里 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分享另外按赞订阅 以后续最新的影片通知啦 拜拜